陈德明与台湾海基会会长林中森会见时提到中韩中澳洽签中的经贸协定一旦完成 90%以上货品将零关税 面对全球竞争 不开放没有出路 林中森随即附和今年2月2会第10次会谈的议题进展 要加速加快 陈德明马上插话表示同意 他相信两岸交流会越做越宽广 陈德明说 今天记者也问我了 说你是不是专门有什么形成设计啊 因为台湾的地方权利 其实没有 董事长知道我们很早就商量 这么走 陈德明还透露周三要跟记者早餐会 谈中韩中澳即将签订的经贸合作协议 因为他发现台湾媒体在这方面的报道 谈的都是对台湾的影响 他希望借由对记者的说明 能让台湾的报道更公正客观一点 不过记者询问海基会是否有这项行程时 海基会人员表示 这是陈会长自己找的 邀请特定几家媒体的社长和总编辑 并不是公开行程 这是台湾九合一选举国民党惨败后 中国第一个对台高层访问团到台交流 外界有不少看法指向是向台湾摸底 探选后民情 以调整未来对台政策 前陆委会副主委林中斌接受本台访问时 则有不同见解 林中斌说 所以海协会会长来也只不过之前宣布的政策没有变 在一个具体行动表示 第一点 第二点 他不需要摸底 他们北京非常清楚台湾内部的事情 因为他们所做的民调 有的是托我们的民调公司 有的是他们自己的大学 用闽南语从对岸打过来 不像我们自己媒体 民调各说各话 他要接触的是民进党 他要去民进党摸底 林中斌透露 其实中共跟民进党的互动一直没有断 除了今年9月暂时停下来 为了要等这个选举 林中斌相信民进党跟中共的互动 或许学者 或者是亲民进党的人员 大概已经开始了 只是台面上看不见而已 了 希望 人家 你 explored 说 这 我 而 我 感谢观看